我要先加入WAVE檔 在PowerPoint裡面 支援的聲音檔有很多種選項 就是像WAVE不壓縮的檔案格式 其他還有像MP3 或者是像微軟的WMA 那些相關的檔案格式 比較常用的是WAVE 裡面要做幾個動作 第一個跨投影片播放 然後預設是有一個圖示 你可以把它隱藏起來 然後循環播放直到停止 直到停止為止 那首先第一個當然你要先知道 這個聲音檔 假如說你有一個聲音檔的話 這個要怎麼樣 把它放到PowerPoint裡面 另外當然你也可以想想 如果聲音檔你要怎麼去 去網路上取得 其實網路上YouTube裡面其實蠻多啦 其實你比較常用的YouTube裡面 你可以找一些如何下載YouTube 下載的YouTube工具 其實裡面就有可以直接把YouTube裡面的那個 影片的聲音直接下載 NMP3的功能 其實這些蠻多的 我想網路上你找一下應該有 那你也可以假設你要把它放到 你的那個投影片的背後的話 該怎麼做 第一個 我們直接找到那個插入 上面面板裡面有一個音訊 因為我要加一個聲音檔 所以你點選音訊之後的話 接下來呢你去 402 我們的練習檔裡面的402 它會有一個預設已經幫你 準備好的一個 這個聲音檔 那這個聲音檔的話呢 它的聲音的長度剛好是10秒鐘 它上面會顯示出來 檔案大小的話 467K 所以把這個Wave檔直接按插入 然後它會直接加到這邊來 並且 顯示這樣的圖示 當然你如果按下這個播放的話 如果你的喇叭是打開的話 像這邊 你會發現它直接可以讓你 先聽聽看 但如果你覺得這個聲音 裡面有 部分你可能要剪輯的話 在PowerPoint的那個 這個有播放 各位注意一下 你加入這個聲音之後的話 這邊除了可以播放之外 注意一下上面這邊會有一個 會多一個 我們的那個 這個這個標籤 那其實裡面的話 除了格式 之外旁邊會有多一個播放 那你點選這個播放 設定的 效果就在這裡 當然裡面有哪一些 包含播放 還可以加一個書籤 書籤就是 聲音的位置 甚至你可以跳躍的 不一定從頭開始播放 另外呢 還有所謂的剪輯 在PowerPoint裡面 它提供什麼 因為你一首歌的腳很長 你希望 從頭到尾 不一定是在 從頭開始 你可以在中間 還有什麼彈出彈入 音量等等 可以調整 但這一題的話 主要它要我們做哪些動作 總共有三個動作 一 投影 就是跨 這個 投影片播放 所以你這邊的話 記得 開始播放這邊有個 跨投影片播放 第二個的話 放映的時候 隱藏 如果你這個沒打勾的話 將來 你顯示出來 你會發現 它這邊會有個圖示出來 使用者會看到 如果你希望不要看到的話 這邊把它隱藏 隱藏之後你會發現這個效果 那個圖示就會不見了 OK 再來的話呢 循環播放直到停止為止 這個如果沒有打勾的話 它換下一張投影片的時候 聲音就會中斷了 OK特別注意 好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 第一個動作 先把那個 聲音檔 藉由 插入音訊的方式加進來 再到 播放裡面呢 改 12 3 三個地方 改完之後的話 完成第一題 第二題的話 切到第二個投影片 第二個投影片的話 這邊的話就是這個 舞者 然後你可以怎麼樣 按下它的時候 它會飛進來 所以這個怎麼樣 你讓你現在播放它 它預設是沒有動作 它這個舞者只是在原地 移動而已 但是你希望呢 當我按下它的時候 它從右邊 飛進來 而且飛進來的時間 剛好三秒鐘 像這樣的動畫 你 該怎麼做 OK 首先的話當然 你要先搞清楚 這個是什麼 在 泡沫裡面呢 它會有給它一個名稱 那這個是什麼 所以 特別注意 那順序該怎麼做 一 請你先選取常用 裡面的選取 選取裡面呢 會多一個 所謂的 選取窗格 這個功能其實還蠻重要的 因為 尤其你要做動畫的時候 你要先知道 到底 你裡面的這一些 這一些投影片的圖案 它背後的名稱叫什麼 你會發現 點選這個舞者 它叫投影片3 當你這個 這個投影片3的名稱你可以改 比如說你可以把它改成舞者 以後呢 這個就叫舞者 那 這一個叫什麼 放大 可是問題在 這個 PowerPoint裡面的話 它叫 圖片2 當然你可以 也可以把 這邊圖片2點兩下 你可以再去修改它的名稱 也許叫放大按鈕 之類的 這個 其實這個上面的名稱 是可以修改的 但題目裡面 是沒有規定 不過如果你 假設你將來 自己在編輯 你可以 怎麼 在這邊 自己加 一個名稱 比如說這個是舞者 OK 然後 假設這個是一個 放大按鈕 你可以把它點兩下 那這邊可以把它 改一下 放大 假設就放大就可以了 OK 那再來 你要怎麼讓它先 讓它移動 那這個順序1 先 了解 每 這個上面 的圖案名稱叫什麼 當然預設如果你不修改的話 你只要記得這個是 圖 圖片2 圖片3 好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把這個窗格先關閉起來 那我希望是什麼樣的動畫 所以這個時候請你切換到那個 動畫 動畫 接下來呢 動畫會出現說 請你特別注意選這個舞者 因為我是要讓這個舞者 用飛入的方法 題目裡面有規定 題目裡面好像是說 用飛入進入 自左 什麼時候開始 按一下 按哪個一下呢 按那個 放大按鈕的時候 它就飛進來 好 那所以的話呢 我們先把動畫先做出來 第一個 飛入 你會發現飛入了 OK 所以上面已經有飛入動畫 動畫裡面飛入 第二個的話呢 方向 那我不是要從下面 預設是從下面 我要從右邊 所以這個地方有個右邊 OK 第3個的話呢 請注意一下 方向對了 可是時間太快了 0點 這個0.5秒 請你把0.5秒這個地方 把它改成3秒 這邊的話呢 先把它改成00 OK 3秒鐘 那接下來 當然呢 你直接播放 當然我們可以從什麼 這個之前講過 有個叫動畫窗格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播放 你會發現這個舞者 他就 這個飛入 從右邊飛進來 但是呢 題目還有一個要求 要平滑結束 那平滑結束在哪邊設定 這之前好像有講過 好像是那個 這個這個 這個 110那個 日月談那一題裡面 有提到 也是平滑 那效果特別注意 請你從什麼呢 這個動畫窗格裡面的 舞者 我把它改個名稱 你如果沒改的話 他會預設的名稱 這邊有個箭頭 效果選項 特別是要請你找到這個 效果選項裡面呢 因為如果 你要希望他 飛進來的時候呢 不要那麼快 有點平滑的感覺的話 那你可以平滑結束這邊 輸入3秒鐘 OK 按個確定 這樣的話呢 你當然可以 他感覺會 不會那麼的突兀 一下就飛進來 OK 那這邊的話呢 已經完成了 可是問題 你執行 目前呢 只能夠在這邊執行 那可是問題 你我們希望 按下他 能夠播放他 那這個地方特別重要 如何能夠讓他 按下這個按鈕 播放這個 這個動畫 特別需要 請請注意 郵標還是停在這裡 觸發程序 這個好像之前也有 好像 對那個 那個 那個日月談的那個 按一下那個 有點類似 就是按一下 按哪個一下呢 按放大 有沒有 因為我有改名稱 如果你沒改名稱的話 他原來好像是 圖案2之類的 按放大 OK 這個時候的話 你是誰去觸發 當按一下放大的時候 這個動畫 他才會 播放出來 那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設定完之後 這個動畫呢 他就可以 藉由放大按鈕 把它 執行 有沒有 這時候的話 按下他 他就執行了 所以這裡其實還可以做蠻多的 這些 相關的那種 動畫 報告裡面我覺得 這蠻簡單的 然後 效果其實 也其實也不會太差 OK 所以請各位 先試著把那個 剛剛講的第1題跟第2題 分別完成 整個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